公式太長了 特別注意 這公式 我是有把字放大 如果你們字太小 記得在工具選項裡面 一個撰寫風格 它預設是這個9號字太小了 我建議你乾脆 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舒服 比較不會傷眼睛 所以這個地方我把它改成十按確定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這個還蠻重要 我發現同學字都小小的 看起來其實 這眼睛 不太舒服 而且越看越近 可能要貼到螢幕上去 因為它這個環境都沒有把它改過 一直都9號字 因為現在的螢幕解析度都很大 你用9號字真的不太恰當 然後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的這個公式已經跑到最右邊去 所以你要看你變成你要再拉過來 那前面好像有提過 有沒有 就是如果公式太長 要怎麼樣讓它折行 這個有提到有沒有 如果說你要折行 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不是i的前後都有這個and的符號 i前後都有這個 你只要在其中一個 你找到其中一個 我的習慣是找後面的這個 後面的這個and符號 它的後面的這個空白處 就是and的空白處 記得我習慣找 反正就and就可以 我習慣是在 後面的那一個 的空白處後面 再加一個 底線 underline 這個底線 就是shift加上那個 0的右邊那個 underline 底線 加一個底線之後再按個enter 你把它移開 它就會把上面這一行跟下面這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 不然的話 你們剛假設沒有加這個底線的話 直接按enter 它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它會把下面這一行 又當成另外一行 就沒有接在一起 所以特別至於 如果說你不要發生錯誤的話 記得找到那個and符號的 後面 然後有一個空白 再加個底線 enter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好 那完成這個部分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我要輸出的 不是一個 什麼呢 假設我今天輸出的 不是要一個公式 而是要我們在VBA裡面 做完之後再輸出 那在VBA裡面 做完再輸出的話 一樣把這一段 複製 乾脆貼上 這個後面公式拿掉 我們再刮壺自串好了 那輸出什麼東西 輸出乾脆這個 這個把它改一下 後面的東西 先把它改成空的 我們也許還不知道說要輸出什麼 就是跟清除一樣 或者你拿清除來改也可以 那首先第一個 我要怎麼知道 錢瓜糊的位置 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是丟個工 我們是要直接去抓這裡面的資料 來判斷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多一個A A等於什麼呢 去找到 什麼呢 找到那個 我們的資料裡面的錢瓜糊 那這個A指的是找完之後 如果有找到的話 會告訴我 它到底是在第幾個字 所以我前面講過 用INSTR去取代Fy函數 那剛好它的規則 那個找的跟被找的兩個顛倒 所以先怎麼樣 前面是先告訴它說 我的資料是在A欄 所以A欄的話 前面是用Sales來表示 ID的A欄 先把這個資料 也就是把這個資料先丟給它 逗點之後呢 請它幫忙找什麼 找錢瓜糊 OK 好 找到的話 這個應該知道 應該了解意思吧 它會丟過來 所以呢 如果今天呢 是 假設第三列好了 它就會找什麼呢 找它的A欄 那3 剛好找到這個資料 丟過來之後 找錢瓜糊 錢瓜糊在這裡 所以呢 他會 INSTR 這個 這個函數呢 就會找到之後呢 反環什麼 反環 找到3 所以第三個位置 它就會把這個3 什麼 再丟給A 所以A裡面本來沒有資料 它就會變成 裡面就存3了 這個A是個變數啦 暫時存 存放什麼 存放找到的東西 那一樣喔 會有個B 我把這個拿來改好了 直接拿這個 Ctrl C C Ctrl V 這邊改成B B的話呢 就是找後瓜糊 有沒有 跟剛剛一樣嘛 剛剛不是1 找前瓜糊 2 找後瓜糊 第三的話呢 就是去切 但是問題是切的話 那我們會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 他有找到瓜糊 一種是 他沒有找到瓜糊 所以兩種可能 有找到瓜糊 才去切 如果沒有找到 我剛剛講過 I的提卡會丟回來是什麼 0嘛 所以我們可以起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 也是後面會講的重點 那邏輯判斷該怎麼起 一樣是用if if什麼呢 條件是 A如果等於0 表示沒找到 其實沒找到好像什麼事都不要做 所以我們就把它等於0 改成不等於0 不等於0 才會跑裡面的東西 then 然後記得呢 and兩下 這先把它拿掉 這先把它移掉 那if的邏輯一定是if 後面是一個邏輯 再加上and的if 反正它一定會有個頭一個尾 一個頭一個尾 後面是then 現在是做什麼事情 把程式寫在這中間 那如果A等於0 表示什麼呢 沒找到 那沒找到什麼事都不要做 我需要做是當它不等於0 表示它有找到位置 而且是告訴我在哪裡 那我要做什麼呢 去把什麼呢 把結果丟到哪裡 丟到B欄 那B欄的敘述 一樣寫在前面 這邊把它改成B好了 等於什麼 等於 等於 就是剛剛那個MID 一樣的敘述 MID MID指的就是切割字串 那切什麼東西 一樣是切A裡面的東西 從哪邊切呢 從A 這個是前刮五 加1 痘點 什麼 後刮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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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減掉什麼 減掉A 前刮五 再減掉E 後刮五 完成 寫完了 那你想說老師 剛剛為什麼沒有那個ifl ifl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因為在5是回來是錯誤嘛 可是 IN3是等於0 我們是在這邊把它過濾掉 其實觀念上很多地方相同 寫完了 寫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先把它清除一下 再輸出 不過可能跑太快了 各位可能一下子 不太知道怎麼跑的 一樣射中斷點好了 把程式停下來 再配合F8 慢慢跑給各位看好了 因為一下子跑完 可能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怎麼結束了 然後完了 怎麼怎麼做出來 OK 所以這我把它射中斷點 慢慢跑給各位看好了 停住 這邊的話 有不要放這個區段 執行 然後這邊一樣是 2到 2到10 一樣 然後我A 先找 0 為什麼 因為趙大鵬 沒東西 B 也是0 那如果A 假設沒找到 那B也是一樣 應該就0 所以 他會判斷說 如果A 不等於0 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0才跑這裡 那如果等於0會怎麼樣 跳過 不會做中間的事情 所以他就跳過了 跳到哪裡 跳到end if 沒事 等於沒事 表示裡面還是空的 OK 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那NAS 現在I就變成3了 隨便第三列 好來出第三列 那去找一下 流云刮鬍這個 找完之後 A等於多少 A等於3 B等於多少 B等於9 有沒有 OK 那其實 其實 就跟一樣 剛剛一模一樣的邏輯 只是說 換個寫法而已 所以其實 如果你懂了剛剛的邏輯 這個應該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後呢 輸出 黑瓜武第三屆冠軍 有沒有 因為他這個裡面不等於0 所以他才會執行 等於0就跳過 OK 好 NAS 換下一個 阿依詞都一樣 所以呢 我就不要再往下了 我就直接 把中段點拿掉 直接按下執行就好了 所以剛剛主行是 中段點 配合那個 特別最好是F8 所以如果你要中段點 程式 再配合那個F8按鈕 就是那個快速鍵有沒有 我們那個上方有一個F8 他就會一行一行一行跑 但是如果你已經追程式追得差不多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程式這個中段點拿掉 再讓他執行過 程式就全部跑完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 那當然呢 程式寫完之後 因為這個程式算是稍微複雜一點點 請記住 縮排是必要的 為什麼 因為 4對NAS一目了然 裡面的東西 if對n的if 也一目了然 那最後 還建議各位 可以撰寫什麼 撰寫 我這邊有程式寫好的 我把這一段 其實寫完都一樣 但是我多了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多了一個那個 就是 註解 有沒有 各位可以發現 最後你寫完之後 養成好習慣 請在 程式的上方 加上註解 加上去之後 其實 你自己看就一目了然 不用我講 大家就知道 我剛剛 最後你也許一段時間 再回來看程式 你也比較看得懂 另外你把程式給別人 別人一樣還是可以看得懂 所以像有些同學 即便看不懂 看我的程式 一目了然 很清楚 主要是因為上面有加了註解 而且其實說真的 程式如果你要寫 真的不是要死 不是靠死背的 而是你要先把它做得完善之後 之後要拿來用的時候 你一看就知道該怎麼用 一目了然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記得說牌是必要的 註解也是必要的 註解裡面到底後面要寫什麼 我自己的習慣 當然每個人不太一樣 我是寫一二三四五 反正就是照順序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寫一做什麼 然後後面的敘述 是我自己寫 寫給我自己看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打更多 因為你覺得這好像 老師你寫太簡單 我有點太顯略了 我不習慣 那你可以打多一點 可以啦 你在上面要寫小說也沒問題 只是沒有人這樣 寫的多一點點 那你將來回頭看 會比較詳細一點 因為現在人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什麼 好像容易有那種 失憶症比較容易發生 現在好像什麼 阿茲海默症 我發現很多電影裡面 都敘述那個突然失憶了 你會發現年齡越大 越容易記不起來什麼東西 所以最好是可以不要記 像我的習慣我是很懶得記 反正我就是記該記的 不想真的放在腦袋裡面的 那你就像我的習慣就放雲端上面 或者是說放在我找得到的地方 那下一次回頭來啊 你就會發現 我的習慣是放雲端 因為雲端很好找 所以我的很多資源 教學資源 在雲端上一找就一堆 那我就很輕鬆了嘛 反正就是在我既有的基礎上 我就可以再延續下去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 即便每一期上課 我都會增加一些新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的東西已經都真的很清楚了 後面再加上去就很容易了 同樣的啦 當然這些東西 我也建議各位 就是還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東西 要花時間自己稍微整理一下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大概就是這幾個步驟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 函數的邏輯 轉換成VBA的邏輯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工作裡面 你寫得出函數啦 那我保證你VBA應該就可以 用類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轉換出來了 那慢慢的當然有簡單再到複雜 你就可以發現全部串在一起 很多時候 一個很自動化的功能 就全部都誕生了 那你當然慢慢你會發現 你的做事的方法 真的就會從Office 1.0 2.0 再到4.0了 你怕不怕升級啊 不怕你怎麼面對未來的 那個辦公室的這種 一種需求 OK 試試看喔